总理在刚宣布的2015年永续发展蓝图时强调 将在更多公共设施使用太阳能 受访太阳能的供应商就透露 除了政府项目需求增加 过去两年来私人领域的需求也翻了一倍 业者预计组屋屋主未来可能可以直接向太阳能供应商购买电力 来看记者黎嘉宜的报道 这是本地首家使用太阳能的咖啡馆 太阳能板取代了一般的屋顶 为灯泡 冷气机和用电设施供电 价格比普通电力便宜5% 太阳能业者表示 近两年私人机构的需求快速增加 预计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政府的目标 政府已经提出在2020年之前 要达到350兆瓦的太阳能项目 所以有很多私人企业已经开始用太阳能来发电 包括了医院 货舱 或者甚至在商业的建筑物上面都有安装 所以我相信政府要达到这个350瓦的目标 不是一个梦想 其实是很实在的 业者表示 本地每天平均有3个小时的阳光 能够提供1兆瓦的太阳能 一年就能为近200栋组屋供电 未来屋子内甚至是空中花园 也能利用太阳能 这些太阳能可能会比较小 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 好像放在那个屋顶上 你可以直接放在你的 来比方窗口 还是家里有太阳的地方 来冲你的电脑 你的电话 城市花园设计是比较挑战 可能要用功一点 就是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就是说变成一个系统 能在里面用太阳能产生那个花 业者表示 正同公用事业局 洽谈在全岛的蓄水池 安装太阳能设施 增加本地的能源供应 随着政府继续把重点放在太阳能上 太阳能业者预计 能源市场管理局还将进一步降低 工业和商业用户购买电力的门槛 并进一步开放给组屋用户 让屋主也能直接向能源供应商 购买电力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